最高检责令撤回起诉 关于千禧县老干部马世山举报县委书记李福贵的这个问题 现在最高检有话了 华中农大党委手起刀落 对那个不做实验去写实验报告 逼着学生给他干活的那个老师也给予了停职调查的处理 今天咋这样 睁开眼睛就发现 这都是今天早上凌晨12点多七八点钟发生的事 第一就是华中农大 老师黄某某学术不断的行为坐实了 是网上在议论 但是坐实了官方的通报来了 停职接受调查 联名举报的学生们 他们的举报终于得到了官方的确定的回应 第二个就是贺北前线老干部马世山 他举报他们县委书记的事情 这当地的反响太大了 网上的议论也太多了 最高检发话撤回起诉 当地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两件事情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都是首先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 网上的不平议论在先 有官方面则闻风而动 循迹而行 在调查的基础之上 给出初步结论 很显然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 回应网民的重大关切 来自官方的回应 给两起事件的兴致定了调子 接下来事情往哪个方向走 完全明晰了吧 毫无疑问 这两条信息都会上今天的热搜 而且老百姓议论会很多 河北千禧县老干部 马树山就因为举报当地领导干部的事情 说你们用人有问题 工程建设有问题 直接点了他们县委书记 李福波的名 李福波人家不高兴了 然后呢 然后就这老干部 马树山啊 老爷子就被逮捕了 然后当地还闹起起诉了 这社会当地老百姓当然就不敢了 最高检高度重视 专门派出人到河北指导案件办理 会同河北省检察机关 在审查核实的基础之上 责令千禧县检察院 以不存在犯罪事实 对马树山依法撤回起诉 这怎么哪有犯罪啊 正常举报吗 组织内部举报吗 向上级反应问题 甭说反应的问题有没有 就算是反应的问题不确切 依照这个组织原则 向上级反应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啊 老干部马树山 他又没有侦查权 他根据群众的反应 举报 你不能说人家犯法 你这当地检察院太不合适了 那当然撤回起诉 并且依法做出不起诉的处理 你错了 最高检说了 说检察机关呀 履职办案 必须坚持依法办案 必须坚持公正司法 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必须坚持以法律为准绳 必须坚持 你没有犯罪事实 你给人逮捕起诉 这叫什么事啊 这检察机关的口气非常强硬 最高检还说了 对检察机关在对此案认定 法律适用强制措施适用 以及监督理智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在查清事实 准确定责的基础上 依照司法责任规定 严肃追责 倒过来了 是吧 你第一 你试试人家有问题 没这个犯罪事实 第二 法律适用有问题 你按哪条哪款 你们老干部给抓起来 第三 抓起来之后 你采取强制措施 这得说的特别具体了 县检察院的监督的责任 应该有谁付 现在这事没完 倒过来了 县检察院相关责任人 肯定要受到处罢 最高检说 这个案子教训深刻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 要以此为戒 要举一反散 要切齿防止此类案件 再发生 再说第二件事 今天早晨凌晨 针对沸沸扬扬的 舆情发酵 华中农业大学 在官方微博 发布情况通报 意思就是针对 2024年1月16号 这三天前 网上关于 华中农业大学教师 黄某某学术不端 等问题的举报信息 学校立马成立学术道德委员会 成立调查组 开展调查 这一调查发现了 在调查材料当中 发现学生反应的问题是真的 实验图片 实验数据 结果等方面 学生说的对的 你确实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办法两条 第一条 从今天起 2024年1月19号 停止黄某某校内所有职务工作 第二条 组建导师组 全面负责该课题组 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这个黄某某胆也是忒肥了 你没实验 你写什么实验报告 这不是公然造假吗 你没做实验 怎么能写实验论文 实验报告 还叫学生跟他一块写 还给学生派活 你还凶巴巴的 你横什么横 这事举报的时间是1月16号 到今天早晨 这才是这个1月19号 三天之内 湖北武汉 这个11名研究生 联名举报导师黄某某造假的事 就有了这么一个结果 上级动作不可谓不快 现在高铁提速 互联网提速 迫使我们领导机关 积极如律令 一刻一不敢耽误 这两个事都是坏事 但是坏事之后 引发了全民关注 引发了网络热议 引发了上级机关的 在最短的时间内 拿出出不处理意见来 又变成了好事 所以坏事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变成好事 我们不能说坏事就是好事 因为那样 你就限制相对主义 没有道理了 到底是好是坏 但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变成好事 就坏事 依照一定的条件 向自己的相反的方向转化 这两件事 我看学生们应该高兴了 那些大学生和研究生 那么小小年纪 十几个人联名举报导师 那是要冒很多风险的 学生们现在应该大错一本 千禧县的老百姓 也会欢欣鼓舞 县委书记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县委书记 你这个干法 就没有道理 好了 这期节目先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 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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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民